各位老師稍微看一下,我們有兩種數學學平台 一種呢,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是長的像這樣子 這個是台灣數學學平台的 那它是屬於付費的 雖然跟老師學校不一樣,但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所以蠻類似的 那麼,您可以看到呢,其實我的資料都整理在這邊 包括呢,我們上課的,包括教材也好 還有上課的錄影片 那可能有相關的免費軟體 還有什麼,參考資料,素材資料 因為我在學校以視床為主 所以可能同學就比較會有一些那種素材需要去找 或者參考的一些資訊 那,點什麼呢? 因為用軟體,一定同學會不會有常常問什麼問題 現在我都告訴他,答案就在那裡 自己去看就好了 常見的其實就那幾個 就那幾個 那,所以呢,他可以直接點下去 就跳到這裡啦 好像我們剛剛看這裡 還有呢,像我們的作業啦 當然都沒有問題 教材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像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 我們最近是做這個蝴蝶動畫 就點進去 我的教材裡面會包含幾個 第一個就是 應用的範例 我們做蝴蝶動畫 這種蠻常見到的 會有哪些影片也好 有用到這樣的概念的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給他看 這一次我們要做什麼內容 做什麼樣的範例影片 好,那再往下呢 就會有我們的學習重點 另外,還有完成的檔案 還有呢,有可能有其他的參考資料 我也就順便立書啦 所以,老師覺得 這樣 數二號之後,對誰比較好 對自己最好 因為 以後,老師開新的課 彎道這邊也是一樣哦 比如說,老師這個學習 上完的時候 這個學年上完 明年自爬再一輪 請問老師都怎麼做 你不可能重新再備課吧 我唯一的動作就是做 複製,就這樣做 還有一個 因為經過一年之後 資訊會不會有更新 或者是新增 所以,其實第一次最難 那你慢慢累積久了之後 你的東西是不是就越來越多 對不對 以後你就負責 像我現在來講的話 百分之九十是雷同的嘛 我只要負的百分之十多的資訊就好 而且我常常會告訴同學 我們的教材是會長大的 因為會不斷更新資訊 不可能老師教你過期的吧 這樣老師教的時候 應該 上課會覺得 該叫該叫嘛 這個沒人在用啊 我還幫你教這個 蛤 這樣不是 自己也會成長嗎 對不對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但是呢 其實我雖然放了這麼多資料 對不對 我應該是我們學校裡面 算是比較豐富的 可是會遇到有問題喔 同學經常說 欸,老師 我找不到資料呢 所以我都已經 放得很清楚有沒有 所以呢 我為什麼會搭配玩弄 因為我發現這個數位全體已經不符我的需求 所以你看 我回到one note這邊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您來看一下 在我這邊的話 one note我是這樣用的 其實我也會見很多所謂的課程 這以前我們講的知識 你看 在發現裡面 你不小心還會看到有我的專區 這樣可以吧 可是這裡面不只啦 我不只這些啦 那 我們看一下 上面這裡 來這裡 你看這裡 這是發現 這裡 所以 原則上是看別人的 旁邊這兩個 是你自己的 在哪是大概了解的意思喔 所以你看到我的課程 好 我現在 訂別人的 訂了78個 自己的有40個 你一定覺得我先前沒事喔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自己要那麼多個 其實你會發現 當然我們跟 各位介紹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one note在收集資料 也是一個很棒的喔 老師 我可以先問一下 您現在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你有沒有發現你愛很多 很多都沒有人 很久 很多網站你已經怎麼樣 只愛過一次 以後都沒有再去找過他呢 你這樣我的皇帝 這樣不行喔 加菲 已經超過三千位囉 怎麼辦 你一個禮拜一點多七天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 而且很多人 人去樓空 你有沒有發現 你我的最愛面有很多是找不到的 有對不對 因為沒辦法 對啊 所以你沒有去整理的話 我的最愛 到最後就是 我最不愛 因為你到時候要找 要找誰 問Google 沒有錯吧 你只記得我曾經愛過而已 因為那個標題很熟悉 這樣不太好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事實上你可以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我除了上課有一些參考資料外 欸我還要準備嘗試題 除了專業知識也要有嘗試嘛 對啊 然後呢 看老師的領域在哪裡 那有些 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些像這種的 就是公開的 但是呢 有些是有自己 課程相關的 就不用公開嘛 對不對 就不用公開 我可以自己整理起來 那整理起來之後 就會變成我們自己的什麼 雲端知識庫 因為呢 你今天要上課的時候 我就負責你 你用就好啦 對吧 所以 這個是 給您看一下 你看我上課的課程的 雖然沒有公開 但是呢 我會有類似像 剛剛跟您提到的 我的最愛那種分類 這裡有沒有一個主題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我的是跟 視訊特效有關 所以我常常會看到 有一些什麼 幕後花絮 你看我們電影 有沒有很多的幕後花絮 那他如果 裡面有一些 講解的部分 我就把它整理起來 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樣子就會很多 你看我這裡 一個 有參考了相關的文章 然後呢 有優秀的作品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有很多 對不對 那你這麼多之後 老師現在上課 還怕找不到素材嗎 老師會用快把上課 你才會裝上 好像不用啊 因為我可以引用的東西很多 這樣您了解我的概念 其實您透過這個課程 我是利用課程來當作我的資料庫 當然有些老師 我比較少看到老師這樣用 大部分老師就是 欸我今天上一個課 我就在建一個這個課的一個名稱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重複使用性太差 因為你有可能會重複的 好會重複的 那等到我有這些內容之後 我到群組裡面 您來看一下 好 你看到像這個 呃這個好了 這禮拜三 今天晚上還有三一堂 在這裡 好 您往下看 其實呢 我上課的時候呢 我都會先這樣子 在這裡 哦 再下來了 因為分享的資訊很多 好 你看 我每一次上課前都會先公告 所以我這禮拜要上什麼 那因為我們是用眼睛看的嘛 所以我會順便把動畫秀給他看 有沒有 他就知道說我們大概要做的是什麼樣子 而且呢 我現在 最近又多增加一個 我還告訴他 你有空的話 可以先看我去年的影片 因為我很多的錄影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有些時候我都覺得 以前的我講的比較好 真的 有時候我有幾堂課 我是叫以前的我來上課的 你們都沒有玩過穿越時空劇 這種題材是很好玩的啊 對不對 有些時候就是 我就找以前的 我上的影片給他們看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以後 老師上課比較輕鬆 複製按摩類就好了 你就把資訊整理好就好了 那像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上來 那麼 只要是上完課的當天 我就會怎麼樣 像這樣子 直接整理好就送給他們 他大概還沒回到家 就會收到 就會收到 所以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有效率一點吧 對不對 那有一些分享知道 那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 這個任務 就像剛剛各位看到的 我們如果是研習的 大概就像老師 剛剛今天看到那樣子 可是如果是屬於 屬於這種 就是 比較有一段時間 像這種學習制的 我可能就會哪一堂上什麼 我會像這樣哪一堂上什麼 那 因為我資料越來越多 所以我會把 這個禮拜要上的 我就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置頂 這樣是不是他都看得到 對不對 一進來就馬上看到 那如果呢 是以前的資料 他就可以這樣這樣 我剛剛那個在這裡 好 沒關係 跟這個一樣 這裡有個置頂 有沒有 那如果超過的 超過的 他就自己 有興趣再回去 繼續找 當然如果他知道關鍵字 也可以直接用這個搜尋 你就直接找 這樣就比較快 這樣就比較快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透過OneNote 跟我剛剛在我們用學校 這個數位平台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雖然把學生帶出來 叫他使用OneNote 可是我骨子裡面 還是什麼 還是學校的平台 我只是呢 利用這個OneNote 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這裡 最近 進 嗯 好 這邊進 好 好 剛剛的任務在這邊 對不對 好像這樣子 那 您呢 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點進來 點一下教材的內容 其實我的教材內容 還是來自我們學校的內容 有沒有 還是來自這邊 只是 我利用OneNote 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呢 我的教材很多 要他一個一個這樣捲 要捲很久 他要找也不方便 所以我利用OneNote 讓他 可以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今天這一門課 這一堂課 聚焦在哪 聚焦在哪邊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好找 對不對 齁 所以 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那麼 我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點進來 因為OneNote 有一個很重要 統計的功能 有沒有看到 誰有看 誰沒看都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對啊 但是那個重點不在於說 他到底有沒有看 因為以前有同學是這樣子 這樣 一路綠色到底 然後 兩秒兩秒 五秒五秒 這樣有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 上課的時候 面具請拿下來 哈哈 你有看就有看 沒看就沒看完 那沒有差 我們不需要 針對這樣子說 啊我去怪眾 你說你是怎麼沒看 因為沒有看不見 我跟你講 上面寫的兩個小時 像這種五十分鐘的 他不見得是看五十分鐘 反正 大家都知道空 那個 空磚嘛 對不對 然後空大 電視方子的 坐姿也是在看嘛 哈哈 所以那個沒有意義 我們只要知道說 他有 他知道教材在哪裡 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提醒他 那因為我在電腦教室上課 我更可以很清楚知道 比如說 如果說他這樣一看 欸對喔 同學為什麼你還沒有登錄進去看 我們就可以馬上提醒 提醒他 這樣子他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那另外呢 如果我們是有做 所謂的那個 測驗也好 或者像這個 我是用Google表單的 像這裡 這個Google表單的 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說他的什麼 欸我找一下 這個 我看一下 哇這邊沒有 應該要找另外一個 有那個Google表單也好 或者他上面也有那個提醒 提醒到 讓各位老師稍微來試看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欸其實我們可以得到 比較即時的一個 那個回饋 在這邊應該有 這裡 好 學習單 好 這應該有 好 我會去問他們說 欸 放了這個範例之後 你有沒有哪些還沒有學會的 因為有沒有有學習重點 那點進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很即時看到 喔 哪些同學哪些會的 哪些是還不會的 那覺得 太難 或太簡單的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形 有沒有 老師 是不是就比較多 跟同學互動的一個什麼 資訊 對吧 因為平常說真的 現在上課 有時候 老師上的越久 越沒有信心 有沒有 覺得怎麼 丟一顆石頭下去 他就抖一聲就沒有了 都沒有任何回應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欸啊 那這樣老師 熱臉貼冷屁股久了 也會怎麼樣 你的熱情會消失 沒錯吧 有時候我會有難過啊 但是 隔一天之後就回來 哈哈哈哈 因為你還是要保持熱情 你有那個熱情 你才有那個 動力 我就是希望 把我們 東西 好好的交給同學 OK 有沒有老師 大概了解這樣的概念了 那我們待會呢 就一起來看看 到底他的測驗體有什麼好玩的 好不好 你的教材怎麼建立 然後呢 測驗體我們大家一起先來玩看看 好嗎